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怨户就是在银村 而灵下本身就是安怨 安静灵远 是说它的地方是一个和谐的意思 所以叫灵下 那我们这次就是灵下 加上一部分的内蒙古 嗯 可以看这个图 可以看这个图 银村呢 其实我们就找银村 深灰色那个 他的首府 接着就是回族自治区 整个西夏皇朝大概是189年 是经历了12个皇帝 那他本身就是叫做托拔的 他整个种族就是叫做托拔种族的 那然后呢 他们本身是 整个民族是在陕西那里开始的 从四川开始 后来呢 就迁了去陕西北边 因为呢 当时是唐朝 就是胡唐朝的皇帝有功 于是就赐了姓李的名字呢 就给他们的首领 托拔丝公 托拔丝公 因而呢 就 后来叫李就是这个意思了 嗯 然后呢 但是托拔丝公他只不过是 经过有原名称 就是原名啦 那去到北宋时期呢 就因为不想臣服于北宋的皇朝 于是呢 就自己建立了 在他这个地方统治了这么多年 就建立了西夏皇朝 就是李元浩建立的 第一代皇帝就是李元浩 嗯 然后经历了十二代 1889年就灭亡 就被蒙古六次进攻 就是零下 然后灭了 嗯 而在他的出土民物里面呢 就是西夏皇朝 其实整个零下呢 都是被蒙古踐踏了的 嗯 所以有很多呢 就是当时 就是托拔种族啊 和他们西夏皇朝那些 古籍历史呢 就很多都已经没有了那些记载的 嗯 就是靠古籍的那些专家去估计 嗯 那么我们会去滕格里沙漠 中卫 沙波头 会玩零下的 去到中卫那边的 这个就是内蒙古 那我们会来蒙古 其实呢 我们去那个叫夏制纳旗 和那个阿拉线佐旗 就是它西 西 西面的 西面的 就是它连接着零下的北面 是 所以就去了 是的 很漂亮的风景 是超级正的 我这条线我自己带过都几次 嗯 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都很喜欢这条线的 特别去那个夏制纳旗 在胡阳林 这个呢 就是那个巴丹吉林沙漠 巴丹吉林 是第三大沙漠 就被誉为呢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被誉为最漂亮的沙漠 因为其实一般沙漠 可以风化侵蝕形成的 嗯 而它呢 它也是风化侵蝕 它本身年降 一般的沙漠年降雨量呢 都是二百五十毫升的 就是一年 而这个巴丹吉林 只有四十毫米而已 就是说少得很厉害 但是在里面呢 有很多沙丘 有155个湖泊 嗯 155个湖泊 所以很特别 而且有 就是它那个有齐沙漠里面的特点之余呢 是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 中国最漂亮的 世界最漂亮的沙漠 是的 因为它是 里面的风景很漂亮 嗯 是的 这个就是沙漠公路 就是其实我们 由银川开始 直北上 向着就是内蒙古进发 这个就是那条沙漠公路 两边的沙漠 哇 都持久了 是的 持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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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一边的沙漠 这个沙漠 是藤格里沙漠 他在里面 叫客制纳旗 已经开始看到 那些沙漠 而藤格里沙漠 是蒙古 以为天字呢 就是 天字的意思 就是一个很浩瀚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 里面的湖洋树 就是一个湖洋能的保护区 它也是中国的四大沙漠之一 其實我們已經四個都去了 四個都去了 之前玩新疆,南北疆都去了 那你是不是三年代? 蒙古族 這就是客制立旗 每年的九十月就是他的金秋 因為胡陽其實之前講過 他有三千年的歷史 三千年不倒,三千年不死,三千年不倒 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腐化 所以有三千年的歷史 那他裏面,這些全部都是很矮的樹木 在那個客制立河 就是我們叫做黑水河 在他旁邊拍一些島,拍他的金秋 就是九十月整個中國最美的一個 胡陽樹、金秋最美的地方 很多就是攝影師特意去拍這個地方 那些樹質很美 很美的,還有一些河的 他有九道橋 其實每一道橋都有不同的風景 就是在河的都有幾道橋 每一道橋的景色都不同 就是如果是開車去玩 去到可以看到很美的風光 這裡就是 嗯,再加上那個 日出日落那些,很美 很美 這裡也是兩旁的風景 都是那個客制立旗 嗯 客制立旗,護陽林 這裡正在滯走那幾道橋中間 路過的那些地方 就是你一直走著那些棧道過去 嗯 是的 我其實很喜歡胡陽 因為胡陽千枝八大 其實它很特別是在於它的形態 以及它很內巻 其實沙漠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例如梳梳 而它是整個沙漠中的代表 嗯 是的 沿著這些棧道走 就是一道橋一道橋這樣走 嗯 都好像都算多 是啊 那麼這裡其實 它裡面有很多湖泊的 嗯 包括在這個呢 黑水湖呢 其實他們 其實本身呢 它是麒連山脈那些雪水流下來的 麒連山就是甘肅 甘肅省 嗯 然後就是 它們的冰川流下來 然後呢 其實它去到這裡 其實那個湖泊已經是 嗯 已經是開始 其實它分枝了 它知道只不過其中一段地方 其實它慢慢已經越來越乾淨 越來越乾淨 嗯 但是呢 它就是孕育了那個黑水文化 嗯 黑水城為止 黑水文化都是在這裡孕育出來的 是一些都城文化來的 那些古城 嗯 因為其實它整個張譯啊 寧夏啊 甘肅啊 這一帶其實就是 以前呢 在未見西夏時期呢 漢堂的時候 就是兇奴啊 突厥啊 鮮卑啊 那些不同的族呢 就在這裡繁蕭過 嗯 新式過在裡面 就是每個品種 種族都在這裡有一個很輕盛的時期 然後又沒落了 因為游牧民族嘛 沙漠啊草原啊 都是在這帶的 是呀 很多都是在這裡的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它這個是沙漠 為什麼說它這麼漂亮呢 就是因為它有很多湖婆在這裡 有沙丘 而它本身呢 那個巴丹吉林沙漠呢 其實它兩個沙漠是交替的 就是一個對證 其實是 就在內蒙古和那個 那個寧俠兩個邊境之間 還有一些在甘肅邊境之間 嗯 很漂亮的 最重要就是 它被 因為它們的沙丘 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沙丘 被譽為 1600米 嗯 這個呢 就是拆黑口岸 就是中國和蒙古的沙 這個是內蒙古第三大的口岸之一 其實在甘肅省 寧夏陝西那一帶呢 所有要經去蒙古 一定是經這個拆黑口岸的 哦 但是這麼快就 就 就 就知道 是啊 它就是它黏住隔離在內蒙古 其實它內蒙古長小的 是啊 那它 其實上少少就是蒙古國 它這個呢 其實有 這個是內蒙古第三大口岸 另外有一個 滿洲里有一個 是 做一個 做一個 三大 這個是第三大的 叫拆黑口岸 這個呢 就是 剛才所講的其中 那它這裏呢 很多爐葦 那其實呢 就是很適合那些 天鵝棲息 啊 還有范囂 是一個保護區 那它其實都是 黑水流下來的 就是 其年三天流下來的一個 湖婆來的 保護區 保護區 我們去呢 然後之後 有很多天鵝 你會見到 天鵝 都照給些人游下去 游下去到 它每年的三四月 九月十月就是天鵝棲息的地方 有一個天鵝湖 就在這個景區 天鵝湖 是 這個呢 是一個保護區 旁邊就是天鵝湖 可以繼續看 嘩 很多 是啊 嘩 好漂亮 這個呢 就是黑水古城 黑水古城呢 它是一個 你見到很明確的 一些都城 其實它是以前 一些 西夏都護府 他們的 王爺那些 即是 都護府之一來的 其實他們本身 其實就是 一個 都不可以算是 但是就是一個 邊疆的古城 嗯 其實就是 因為以前很多 其實它是西域 其實就是 它是 以前兇奴特 很多 很多民族 打仗 必經之爭之地 其實所以有很多 見過很多的城牆 又再被破壞 又被帝國 又建過 這個呢 黑水就是因為它有一個湖 那你依著這個湖 起建了 那個都城 是 變成有水源 是最好的 嗯 它有 有些王爺廟 有些 但是它現在已經是 一些荒廢的土堆 OK 是的 你看到還有些城牆 還是很漂亮的 它裡面已經沒有了 但是那些人 主要是什麼 是走走那個城牆 是的 走走那個城牆 就是好像 家御關 居民居庸關 就是看一些城牆 但是它已經沒有了 沒有任何生活 因為它已經是三王 是很荒廢的 是很荒廢的 這個都是它外面的一些 譬如是一些哨站 已經風化了 嗯 但是就了解它當時 唐宋元明的時候 那些疫站 在它很好的一個 了解的地方 那這個呢 就是阿拉善的沙漠公園 地質公園 其實這個是內蒙古來的 阿拉善 其實我們剛才說 黑水那裡都是內蒙古 黑濟納旗 都是內蒙古來的 黑濟納旗 阿拉善 左旗 右旗 那些都是內蒙古的 例形 這裡呢它有很多 地質公園的 包括一些紅石林 其實我們以前見到 這個就是紅石林 因為它有很多 礦物質 然後是侵蝕風化 其實它沙漠 也有些不同的地貌 所以它是峽谷來的 你走進去就有峽谷了 你今次這個龍線 主要是看天然的 是的 如果是一般 我今次這個行程 大概是十天 十天 十天就玩了 如果你不去蒙古 就是銀村那些 差不多五六天就玩了 但會不會很熱呢 就是它早晚溫差大 又是很熱 晚上涼 即是要戴一些外套 要外套 夏天就不用戴雨絨 因為它冬天就很冷 夏天就晚上涼 嗯 那麼這裡也是 那個黑水河 附近那些滬陽林 其實都是那個 整個都是一個 就是那個 阿拉善的 保護公園裡面的一部分 嗯 其實那一帶都是湖陽 但是最集中拍得最漂亮的湖陽 就一定不是這個地方 一定就是剛才的夏制立旗那裡 這裡都是各地質公園來的 都是一些侵蝕 那些風化形成的 地貌 阿丹地貌 我可以走下去嗎 行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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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沙 沙來的 風化侵蝕再用形成 我覺得很漂亮 這些不同的景點 譬如看完沙漠 看看這些侵蝕的 又看看湖婆 就有很多不同的景點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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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這個天鵝湖 都是 就是同一個湖 是同一個湖 就是 就是 你看到很多奴偉 3月4月 9月10月 就是它 天鵝最集中 因為它是餵後鳥 來的 就是棲過來棲息的地方 來的 那些是不是受保護的 受保護的 天鵝是受保護的 我試過呢 以前呢 但是東北屯 天鵝是吃的 然後呢 試過另一種受保護的動物 就是丹頂鶴 嘩 嘴長得不得了 然後呢 冬天結了冰 然後有個遊客 不知道為什麼拿著食物 想餵它 然後呢 它一刀 穿過我的手 然後呢 那些血一流下來 不是血來的 是冰來的 是冰來的 整條冰柱 嗯 多誇張 那些動物 真的要小心 這個就是 踏破賀蘭山缺了 這個就是 壯志基產 葫蘆肉 笑談可飲兇奴血 賀蘭山 這個就是 賀蘭山其實就是 在甘肅 蒙古 內蒙古 和寧夏交界的 OK 這個就是賀蘭山 這裏就是回到寧夏的 我們現在就回到寧夏 這裏就是賀蘭山 發現有很多岩畫 嗯 稍稍稍稍稍會有的 這裏就是 觀景台可以沿途經過 看整個賀蘭山山脈的 嗯 賀蘭山大概 三千五百多米 三千五百多米 人家說笑談可飲兇奴血 是 其實賀蘭山就是 孕育了很多 少數民族的地方 嗯 嗯 這個就是他們的定遠古城 定遠古城 是那些城牆來的 市裏面的城牆來的 有開燈啊 其實都是好像 保留得比較完整的城牆 側邊都幾多 但現在他已經在住人 在城牆 在原城裏面 即是在城牆裡面都住人 有的 有很多店舖 有很多街 就會看到其實晚上開燈的 很漂亮的 嗯 但當然了 一定有些現代化的 是 即是比起你去看荒廢的古城 當然有兩個感覺 嗯 但你譬如你 有時晚上去看一下景 當地看一下 吃一下夜市 那些 其實都是幾好的 寧下回族 就是 但那邊通常他吃什麼 寧下多數 他就是吃羊 嗯 嗯 就是 回族就是 回教 是啊 開燈 他很完整的 城牆 嗯 城過好像四方 好像 很多時候去西安 沒有一個古城樓 中古樓 有一個城牆 其實他都是好像 那個 古城那麼漂亮 他是 有沒有即一重心 他收復過呢 有收復過 因為他經過很多年了 其實他已經是清朝的 但是中間經過很多不同年代的收復 嗯 即是清朝不同時段的收復 嗯 現在才弄得這麼漂亮 接著這個呢 就被譽為 中國金字塔之稱的西夏王陵 這個西夏王陵呢 其實呢 每一個陵呢 都有記載是哪一個皇帝 即是西夏十二個皇帝 但其實呢 只有九個帽 這九個帽呢 是放了很多的 即是皇陵那些 但是沒有任何陪葬物 當開發的時候就沒有的 即是沒有被人立了 即是被人立了 之前有大規模被人搜尺過 但是好像都是聽 就是一些報道說 是說沒有 裡面沒有東西的 嗯 可能都是因為 本身 可能他們有其他地方的床 他有二百多個衣冠寵 在附近的 但是真正的寧武 他開放只有三個而已 但是你都是沒有得下去的 純粹是看一下 比如說中國金字塔是怎樣 然後呢 因為他有十二個皇帝 有當中呢 有三個皇帝 是沒有的 所以譬如 可能是想著 當時呢 就是打仗戰亂呢 就沒有開到 特別是最後那個呢 就是他很短時間 就被蒙古滅了 然後整個靈下 那個興興府就破壞了 連西夏皇陵都破壞了 嗯 所以可能在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了 是 一個肚堆 洗日衛炎 那是怎樣弄出來的呢 好像金字塔一樣 是啊 但是也沒有人能解釋得到 是啊 外星人不可能是 外星人 但是他比金字塔矮很多 我去過三四次 他又不是很高的 但是金字塔真的很高 很難解釋金字塔 我覺得也是外星人的 我覺得也是 這個就是山上看的 有很多座的 但是呢 這裏是三座的 有很多在外圍的 就是沒有開發給人看的 嗯 只有三座 你可以走進去 但是你會看到哪一個名字 哪一個皇帝 但是你是不能進去的 那這個呢 就是賀蘭山的岩話 賀蘭山的岩話 其實呢 應該在唐宋時期 就已經有記載 其實他是這些 游牧生活 加上一些 的 的文 他們西夏沒有文字的 嗯 他是沒有文字 沒有文字出來的 但是有語言 但是沒有文字 那麼他呢 有很多那些圖騰 有很多那些敬拜 和一些動物 和一些游牧的圖案 那其實你就可以 考古就是 用來靠這些去估計 當時就是 西夏時期 一個怎樣的皇國 嗯 但是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 在賀蘭山很早時期 兇勞特決 這些就是柔木 然後就已經寫上去 然後呢 就去到西夏被統治 的時候就去到發現有這些東西 於是就加了他們一些生活方式 就變成好像他們一部分 嗯 應該在西夏時期 就已經還有了 已經有這些岩話 的了 很漂亮的 那些岩話 嗯 他有一個博物館 是有黑酒 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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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動物 就是他平時看到那些東西 是啊 動物和一些游牧生活的東西 我後面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圓圈 這些是圖騰 是啊 是啊 挺好的 其實這是一個博物館 嗯 他在博物館裡 有這麼多岩話 他們那些石刻那些 嗯 很大的 可以看很久的 岩話的那個館 然後這個就是華西部影視城 《大華西遊》啊 有很多套戲的 因為我太喜歡周星馳了 你記得《大華西遊》 有了很多套戲 都在這裏拍的 這個就是華西影視城 有 有幾大 我想 一堆堆的 有十幾個 即是他佈置了場景 佈置好的 有培斯洞 所以拍培斯洞 那裏是他這裏拍的 即是講孫悟空 再回頭 那個 來到之後 去找蜘蛛精 白骨精 那些都在裏拍的 嗯 即是 建好一個場景 有十幾個 然後他 有些是 古裝 即是 有些是動月 這樣 嗯 可以看到 這個很大的 華西部影視城 所以這條線都幾豐富的 這個就是沙波頭 這個是比較有得玩的一個地方 沙波頭 就是騰格里沙漠 就是一個 裏面有滑沙 有飛越黃河 這條是黃河 這條河 嗯 然後有騎駱駱駱駱駱駱馬 很多事情要玩的 你看到的相片都是 這麼青 是,漂亮的,這是滑沙 滑雪,可能有人試得多,滑沙走人少 是啊,它有塊板,在這裡滑下來 快不快? 快的,這個是羊皮佛,坐羊皮佛,在黃河漂流 四個人而已 這個就是飛越黃河,飛兩次的 飛過對面岸之後,再在對面岸飛回來 那隻手一定要拿到土實 其實它吊緊了 哦,吊緊了 對,吊緊了 不過你想想,你不拿著它,你會不會轉動 你會不會轉動,你會不會轉動 你一定要轉動它,這樣才能滑下來 如果不是這樣,它在風吹你,你就會轉動 但是一轉動,它是飛鎖來的 它是飛鎖來的 很快 我想,很快的,很快的 飛兩次的,玩兩次的 你有沒有少過飛? 玩吧,我玩過 即是每個都說很棒的 我想有一半的團友,或者三分二會玩的 沒有玩過嘛 是啊,好 掉下去就怕我 這個騎駱駝 其實是鳴沙山來的 即是那些,因為風吹,那些沙會響 所以叫做明沙山 嗯 這裡呢,都是它那個 這個就是青銅盒 青銅盒那個 它是一個水利工程來的 同時呢,它也有一個很特別的 一百零個佛塔 嗯 一百零個佛塔 是的,你待會就會看到 全部去弘曬 是的 哦,即是集在一起 很奇怪 它是佛塔群最大,最規模,最漂亮的一個佛塔群 嗯 那它呢,其實 找不到它的記載 有人說它是因為記載一百零八個余蘭者 也有人說是記載一百零八個高僧 也有說是因為有些外國人士 所以就整了這個,這個墳塔的 嗯 到現在都沒有說 究竟年歷史的墳塔 嗯 應該是清朝的了 那這個呢,就是青銅盒的水利工程來的 嗯 水利工程 水塘 這個是一個湖來的 這個是水塘來的 水塘來的 去到銀村 當然要去 這個很回族 是的,因為它是回族自治區 所以它一定是 這些是回族 它有很多清真寺的 不同特色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特色的 所以拍一下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綠色 正規的下一張會看到 這張是比較特色一點的 嗯 通常是這一種 通常是這一種 這種清真寺的 對 但是照片就沒有了 那今天問什麼題目好呢 好,就想到了 剛才Victor說 西夏王陵 十二個皇帝 當中呢 找到九個零 這九個零 當中有幾多個零 是開放給我們去看的呢 A有九個 B三分二 六個 C三分一 三個 A、B和C 8481107的WhatsApp 來回答A、B或者C 最快的那三個呢 分別都獲得一致 現在七八八十元 木經、眼藥水 快點大家回答問題了 拿木經、眼藥水 A、B 還是C呢 今天 剛才又問 剛才你去零下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歧視 呃 其實我 好 我帶這麼多年團呢 我說真的沒有什麼靈異 我十三年了嘛 大團 但是我說真的這麼多年呢 都沒有什麼靈異的事情 真的有遇到 譬如剛才說 因為回族池池區 或者下蒙古 就是蒙古人 他們那些 當地人那些熱情的程度 會怎樣 有沒有一些難一點的 寧夏呢 就會熱情一點 因為少數民族 還有比較純樸一點 那些熱情能怎樣 他會 譬如你拍他的相片 譬如你去到大城市 你拍照 他會馬上 他會 有一個好像想過來收錢的感覺 是 那麼他呢 你回 就是你 寧夏也好 或者南疆那些也好 他是 他會馬上擺姿勢給你拍 這樣吧 或者是做 就是擺姿勢 是馬上給你拍 然後拍完 他會想你寄回給他 嗯 就是他是不會問你收錢 他不會說 啊 我是景點來的 我是報警板來的 就是他是很純樸 他還是有這種心態 還是很好 我覺得 但是你知道現在很多景點 就是太多人 那些人就會想方法 怎樣去賺一些遊客錢的 其實這些真的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始終 沒有了那種真實 剛才說 你覺得飛月王一次是多少錢 啊 好像百多元 我記得好像以前是百多元 百多元人仔 嗯 嗯 他飛兩次 他是飛過 然後再飛轉頭 他飛了一次 我第二次就不去 他沒有 他在上面下不回來 要回回來 因為他在上面那個停 他沒有地方下 他要回回來 再去這邊 如果第一次我飛到他 搖底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第二次 都有聽過的 是 有人呢 是會有救援的 去救他的 或者飛了一半呢 這樣 他停了不動 有的 很害怕 他會和和跌下去 更加要玩 但是其實他包住了 吊住了 其實不會正常 除非他斷了 跌下去 否則他不會跌下去 是 真的 很穩定的 北疆幾個月之前就介紹過 可以找回一些 是啊 今天也很感謝 Ritter 總之 ABC A9 B6 C 就三個 最快Whatsapp 8481 1079 就打 旁邊三位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多謝Ritter 下次我們又不知道哪兒去哪兒 想想 好 下次再roat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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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哈哈哈